接下來我們來看在發電機裡面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 他說Root的手搖式發電機 半徑是R 放在一個強度是B的均勻磁場中 線圈的總電阻是R 頻率是F 則問你說下列的五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他說如果是轉180度 那磁通量的變化到底是多少 各位怎麼算 當然第一個我需要你看懂這個題目的意思 這是一個手搖式發電機 這個有點類似我們剛剛講的這種發電機 好右邊這裡是什麼名字 右邊這裡是一個把手 好可是問題是底下這個長方形這是支架 所以動是上面這個線圈在動 各位上面這個線圈 如果你轉半圈等一下變這樣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支架會跟著一起轉 好你要先搞懂這個題目的意思 底下這是支架固定不動 你轉的話是只有怎麼樣 轉上面這個線 底下這個支架是固定不動的 好所以第一個他問你說 如果轉半圈的話 那他的磁通量變化到底是多少呢 來你這樣想 轉半圈 你原來是長方形加半個圓的面積 如果你現在轉180度以後 變成長方形面積去扣掉半圓面積 如果你長方形加半圓 長方形減半圓 那如果你要算變化量的話 那當然就是怎麼樣 當然就是這個圓面積嘛 所以這個磁通量的變化 V乘以ΔA 好現在的面積變化 就是什麼就是ΠA 我剛剛講 長方形多半圓 長方形少半圓 那半圓半圓加起來就是什麼 加起來就是整個圓 好這第一題磁通量的變化 那第二乘上題 那平均感應電動式多少呢 好平均感應電動式 那我們就要照怎麼樣 照他的定義做 ΔT分之Δ5 那現在呢轉半圈時間二分之一T 對不對 ΔV乘以ΔR平方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 這2翻上去 好變2VΔR平方 可是週期題目沒有告訴我們 題目是告訴我們頻率 所以週期的導數叫頻率 所以我們乘上怎麼樣 乘上這個F 好這所謂的平均感應電動式 來可是現在呢 這個最麻煩的問題出現了 那它的最大感應電動式多少 最大電流到底有多少 各位如果你要算出 它的順時的感應電動式 我們就必須要做微分 那怎麼微呢 來各位φ我們先寫 φ按照定義什麼叫b.a b.a 叫bacosc 那基本上它的面積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我剛剛講 是長方形加一個半圓 長方形去扣一個半圓 那這裡根據我們前面講 發電機的討論 好我們最好是寫cosωt 不是寫sinωt 好為什麼呢 因為cosωt 你這樣看 t等於0代進去 各位t等於0代進去 這個值是1 所以它是長方形加半圓 各位 那一開始確實是長方形加半圓 那等到轉了180度以後 好cos180度是-1 變長方形減半圓 所以這裡應該要寫什麼 寫cos 不是應該寫什麼 不是應該寫sin 我前面講過 這跟你一開始呢 這個磁場的這個角度 跟怎麼樣 跟這個法項的角度加減有關 不過你用代數字的方法來看 是最簡單的 好現在呢 就要對它做一件事 就是要把它怎麼樣 要把它微分 要把它微分 好不過呢 這cos呢 我們前面講cos的微分 叫做-sin 可是我前面呢 利用冷次定律呢 把怎麼樣 把這個負號呢 把它消掉 我說我們一般寫電動式的時候 不喜歡寫負號 所以負號就怎麼樣 就不見了 好可是呢 根據練所率 你還要再對 Omega t微分一次 所以要跑出一個Omega 好所以出來答案叫做 Omega b2分之1 pi r平方sin Omega t 不過呢 我們再繼續把它怎麼樣 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題目也沒講Omega Omega 叫做2pi 這個除以t t分之1叫f 好所以這一坨 寫起來符號特別多 叫2pi fb2分之1pi r平方sin Omega t 來各位你告訴我 最大的電動式做到多少呢 最大的值 各位sin最大是1 也就最大值就前面這一坨 各位sin最大是1 那最大的電動式就是這一坨 好所以最大的電動式 其實就是2pi fb2分之1pi r平方 當然你可以把2分之2消掉 pi把它怎麼樣 把它這個移在一起 我們可以算出一個比較簡潔的符號 好不過呢我們這樣寫就可以了 他說最大電流呢 各位現在的最大電流 就用最大電動式去除以電阻 現在的怎麼樣 現在的最大電流 就用電動式去除以電阻 那某種程度來說 因為你加了這是一個電阻 所以呢電流跟電動式是屬於同向 什麼叫同向 各位很簡單 電動式最大的時候也會是電流最大 電流最大的時候也會是電動式最大 按照我們以前在波動學到的術語 就是現在的電動式 跟電流是屬於同向的狀態 好可是呢接下來第四題 他說如圖所示瞬間 電流到底有多少 各位我們一開始這個電流呢 一開始這個圖 是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寫出了怎麼樣 寫出了現在的fi是這樣子 好是長方形 再加什麼 再加一個半圓對不對 可是一旦怎麼樣 一旦你把它微分以後 各位t帶0進去 sin0度會等於多少 sin0度會等於0 也就出現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好這一題呢 它的電動式最大 這個磁通量最大 可是電動式卻是0 各位如果你t等於0帶進去 你發現這裡的磁通量怎麼樣 磁通量是最大 可是電動式是0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各位為什麼現在呢 這個磁通量怎麼樣 磁通量最大 好可是它的電動式卻等於0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怎麼樣 也很簡單 好關鍵就在於來 第五題 我們現在想要畫出一個 磁通量跟電流呢 好隨時間的關係圖 那基本上這是磁通量 好那這個也可以代表它們 也可以代表它的電動式 也可以代表電流 我們剛剛講 電動式跟電流是屬於怎麼樣 屬於同向的狀態 關鍵就在於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是fi 這是epsilon 那我們必須要把fi為分 才會變成怎麼樣 才會變epsilon 所以並不是說 磁通量最大的時候 它的電動式就會最大 最大的時候 磁通量最大的時候 電流就會最大 其實不是 反而怎麼樣 反而經過一個微分的動作以後 你磁通量最大 可是斜率呢 各位 這一點的斜率卻是0 這斜率卻是0 好你這裡是最小對不對 可是微分以後 這裡也是0 微分是0 那你發現磁通量等於0的時候 各位 磁通量等於0的時候 這裡的怎麼樣 這裡的電動式 這裡的電流反而是最大 所以我們底下有一個結論 磁通量最大的時候 感應電動式等於0 好磁通量等於0的時候 感應電動式最大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狀況呢 各位很簡單 因為感應電動式是單位時間 磁通量的怎麼樣 磁通量的變化量 你磁通量最大 各位 在像這種最高點的時候 左邊也大 右邊也大 中間也大 你磁通量雖然是最大 可是變化量卻是0 各位 你這裡磁通量最大 可是變化量卻是0 可是在磁通量等於0的時候 你看原來是0 好這個是正的 原來是正的 後來是負的 現在是0對不對 你再怎麼樣 磁通量0了 前後那一瞬間 它其實怎麼樣 其實變化量才是最大 感應電動式才是最大 好所以出現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矛盾的狀況 什麼矛盾的狀況 就是磁通量最大的時候 結果電動式是0 而磁通量等於0的時候 電動式最大 你從微分的觀點 它必然會得到這個結果 那其實你稍微想一想 稍微想一想 並不是說磁通量大 電動式大 不對我們看的是變化量 對不對 所以關鍵就在於怎麼樣 關鍵就在於 你這邊怎麼樣 你這邊算是磁通量最大 可是這附近的變化量等於0 磁通量最大 可是你變化量等於0 你這裡磁通量等於0 可是現在的變化量卻是最大 所以這兩個是怎麼樣 這兩個是顛倒過來的 那如果要按照波動的術語來看的話 這個也不是所謂的反向 反向是說我是波鋒的時候 你是波骨 我是波骨的時候 你是波鋒 不是 因為基本上你看 它是波鋒的時候它是平衡點 它是平衡點的時候它是波骨 所以其實這兩個圖 它的相位只差90度 好 為什麼會差90度呢 好 各位很簡單 這個從怎麼樣 從三角因素的微分 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 微分其實製造出了幾度的相位差 原來是cos 微分以後就變怎麼樣 微分以後變塞 塞跟cos 它們基本上不是差怎麼樣 不是差180度 是差90度 這我們前面講過 數學講過 機變偶不變 正負看向線 所以呢 其實這個微分 會造成90度的相位差 好 也就是怎麼樣 也就是我們最後面這個圖 你會發現 這兩個圖 以波動的術語來講 它們的相位差是差怎麼樣 差90度 差90度 好 最後這個結論呢 我希望大家再仔細體會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老師它持通量最大的時候電動式為什麼不是最大 好 持通量等於0的時候電動式為什麼不是0 各位兩個其實沒有這樣直接的關係 它們不是正比的關係 它們是微分的關係 你要把持通量微分 把持通量對時間微分 才會得到怎麼樣 才會得到電動式 微分就是要算斜率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怎麼樣 你現在值最大 可是斜率最高點斜率卻是0 對不對 你這一點算怎麼樣 這一點算值是0 可是斜率卻是什麼 斜率卻是最大 好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很神奇的結果 就是持通量最大的時候 感應電動式是0 這持通量等於0的時候 感應電動式卻是最大 好 所以這個問題 我希望大家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那我想這個題目呢 在我們高中的 這個發電機的觀點來看 算是相當相當深入的問題 好 所以等一下再講以上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